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現在要去哪 不知道 還不知道咧 蔡寶貞你在後面幹嘛 還是好 你到哪邊了 我到 這是哪裡 有賣月子的地方 剛才阿伯說路很難走 大家看前面 這到底要怎麼走啊 我還背著一大堆裝備 裝備加起來20公斤 我現在打算 在這邊先停留一下 這邊已經很漂亮囉 今天我們到的地方是 位於東北角的蘇澳漁港 那我們是為了一頭巨大的大象而來 那我們在到的時候咧 其實它停車空間還算友善 那旁邊就是有洗手間 很方便讓人 洗手 沖涼 那我們接著往下走之後呢 路口處會有一些 賣飲料 椰子水的攤販 那其中有一間讓我比較印象深刻 就是賣椰子水的老伯伯 他有免費提供路人們在行駛中比較方便的天然拐杖 因為伯伯有說 他小時候就是在這邊長大的 所以大概地形哪邊比較難走 他都知道 所以就提供這個很方便的拐杖 供人們使用 那我們一路往下走咧 其實都是岩石的地形 但我們一進去的時候 就映入眼簾的就是一大片很廣闊的海洋 我們整個就已經被吸引住了 然後呢海水非常的清澈 也可以看到許多小魚在裡面游泳 所以我們就不小心在這裡停留了一下下 接下來就讓風哥帶我們一起欣賞 這一片廣大的海洋吧 來死去 algorithms 一定要保持快要游泳 可以一直運用 在這裡等下 在這裡面見的時候 餜泳 連我再給上去 兩塊都包裝 多兩塊都可以看 在這裡面見 靜泳 我們會拍照的 我跟我的老婆都已經走到了 哇!長途跋涉 GoPro也剩29%啦 你看他今天大爆汗跟舉動輸成 重點是他凌晨還拉肚子拉了大概8個小時吧 今天可以看到大象耶 我要先跨過這個看 哇!終於看到大象鼻子啦 等一下我要穿這個洞 加油 欸!鳳哥 你老實說 其實到的時候你看到外面那麼熱 你有沒有一度很想放棄啊 我背著20公斤耶 我都想自殺了 哎呀!別這麼說 那你不覺得我們這條路其實沒有想像中的難走嗎 是沒錯啦 距離呢其實沒有很遠 然後說崎嶇 老實說看著石頭走也還好 還算可以行走的範圍耶對不對 背著20公斤還行 那個是你例外 好!但是我覺得啊 走到山頂的時候 登高望遠的感覺真的很遼闊耶 對不對 沒錯那個大象真的超級無敵大隻的 而且這就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功啊 你覺得這邊可以推薦給怎麼樣的人來玩呢 我覺得 嗯!情侶啊!家庭啊! 其實來這邊都是看這個遼闊的風景 都是會很開心的耶 對啊!所以我覺得其實大家不要被那個岩石給嚇到了 路途並沒有想像中的難走 而且很多喔! 伯伯其實都走得比我們還快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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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şekilde 看 dobran 飛越黃河 就是這一段 這一段 這個看 我y voice 直接倒成就好笑 喔他還要把手機給我 天啊 你講一下 拿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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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漂亮吧 來 我要跳回去喔 好啦 來準備手機 哈囉解散囉 掰掰